不缺電 中火卻狂燒 燒煤空污不演了嗎 台灣停電是事故頻傳 中火為了支援全國的用電 火力全開 中火十部藍煤機 扣掉檢修其中的三部 其他的七部 藍煤機這幾天的發電量 都高達92%至97% 讓中部的空氣品質 嚴重的惡化 都達到了所有族群健康 有不良影響的紅色警戒 中火這樣子毛起來來燒煤 它是不演了嗎 許多中部人都大崩潰了 台中人用費發電 根據台電系統 各機組發電的電網資料顯示 中火十部機的藍煤機組 除了三部機 九部機 十部機 檢修 稅修 其餘的淨發電電量跟裝置容量 幾乎皆達到92% 最高還達到97.509% 經濟部跟台電公司 在109年9月份的時候 發布新聞來承諾 說什麼呢 說中火將於空污季節 實施執行了 減煤減排方案4.0 全場最多運轉七部機 總發電量不得超過 六部機滿載發電量的 330萬千瓦 但是 在303事件之後 只要台灣電力一旦發生缺口 中火的發電就基於滿載 如果停電條件的問題 沒有辦法來解決 中火必須要支援 受害的 是我們台中中部地區民眾 用費發電 這對台中市民 對中部的人民來講 是非常的不公平 嚴重的影響健康 台中人用費幫發電 中火身為中部最大的固定污染源 空平不良的時間 它不減輕污染的排放 它反而更加急遽的火力全開 導致空平不良加劇 罔顧了我們中部人的健康 本需要在這邊 強烈再強烈的要求 經濟部 台電公司 你應該要遵守承諾 於空平不良的期間 實施降載減排 蘇院長在這裡 我要給你拜託 強烈的要求 應該要遵守承諾 於空平不良的期間 實施降載減排 這裡頭跟一般的XO醬不一樣 就是它用料食材真的是五星級 其實就是你可能燙個青菜 然後你就加一點干貝醬 或者是炒飯的時候 加一點干貝醬 其實就很夠味了 五星級料理到快點夠就可以買得到 有需要的朋友 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分享資訊了